Hello 各位早晨 其實我也挺喜歡看那些rom com 那些愛情動作片 是適合我看的 但是這類型的電影 很少是 我會覺得很好看 但是也有 我之前有些已經介紹過 這部電影我看之前 也不是很期待 但是見到情人節 就不太方便 又開恐怖片看 因為差不多每晚都看恐怖片 我開這部電影之前 很多人都問 你不是又看恐怖片嗎 所以隨便 開出不是恐怖片 不是懸疑片的 開來看看 這部電影的故事 是說有一男一女 本來有些感覺 無緣無故在街上遇上 有些感覺 但是因為這些很低B的 不會搞到反面 他們反面後 然後才發現原來他們 即將 即是他們居住在美國 即是我想 即是他們即將會 乘飛機去澳洲 去到很遠 參加同一個婚禮 然後出戲大部份 就是說他們在婚禮裡 即是他們怎樣搞 最初他們依然是吵架 後來因為他們擔心 即是他們經常吵架 就會搞到婚禮的氣氛好像不太好 亦都因為其他的原因 即是他們就 不如這樣 即是我們假裝拍拖 讓他們不要擔心 我們會搞我的婚禮 然後呢 即是他們假裝假裝 然後就 撻出愛火花 即是類似的那些劇情 其實這類型 去到那些 Destination Wedding 然後 好像貼錯門神 那一對男女 後來他唱這些故事 已經拍過無數次 即是 我想很多人都會有看過 Winola Rider和 Kiana Reeves 那出Destination Wedding 其實差不多是一模一樣 只不過是這出不正經很多 有很多位男主角會脫衣服 露一下肌肉 即是其諾里維斯 當然不會脫給你看 即是那些gag 即是那些笑位 即是低B一些 即是那類型的電影 首先我想很多人看這出戲 就是因為看到那些主角 就想看 即是有帥哥看 有帥哥看 有帥哥看 即是那個男生 其實我還沒有喜歡 我不是特別喜歡他 據說他即將會有出新戲 叫Hitman 是好看的 所以我是持開放態度 即是說不定 即是遲下我會對他改觀 但是目前來說 我不是特別喜歡看他 即是你看到 即是他選擇這些電影來拍 即是有點像以前 Chris Evans 即是做美國隊長之前 即是他都有拍這類這樣的電影 即是他有出叫 What's your number 即是他選擇他高大英俊 然後很大隻 在裡面也有一些裸露的鏡頭 表演肌肉 即是被女生尖叫 即是他在這齣戲裡面 即是他就是做一個這樣的角色 即是主要都是因為他的樣子 他的身形 即是那些 即是男生的眼神就有點外異 那女生是完全沒有的 即是這些就是夫人的專業眼光 我相信他的眼光是準確的 但即是我就 因為我看女生 我就不會看眼神 是因為這個壞 即是當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那一幕都已經過了 因為我在看另外其他的東西 即是甚麼都好 總之不是眼神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確認 但我相信他的專業角度 是準確的 我想應該是男生做得好些 但我覺得也不是特別好 至於那個女生 主要都是賣樣子 而且我覺得他是做得不好的 其實是 我覺得跟他的聲音是有很大的關係 即是我覺得他 他講的對白 即是他不是說得不流利 但在這個感覺上 即是他好像 含著濫鬱在嘴裡說話 即是聽起來好像是 即是港對白 即是會好聽一點 即是我想 即是我的英文 未是好到一個地步 即是我可以聽得出不同的口音 但我有一點點懷疑 即是如果我是一個 道地北美出生的人 即是我聽他講話 會不會覺得他講話好像 即是你聽一些港女 講話有懶音 即是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那種感覺 即是我懷疑可能會 所以我覺得他也不是做得特別好看 但外形是OK的 但我又不覺得他們很配 因為我又不覺得他們很配 所以整體來說 即是這齣戲 我覺得男女主角之間的 氣氛 即是我不覺得強 即是我覺得 我覺得一般 即是我覺得一般 即是例如說回剛才那齣 《What's your number?》 那齣戲也不是好戲 其實也是很合奏的 但Anna Ferris 是很好笑的 即是他做笑片 他當然比Sidney Sweetney 很多倍 我會喜歡那齣戲多一點 即是怎樣都是 即是只看Anna Ferris 就已經贏了這齣戲 即是我的感覺 但那齣戲也不是好戲 即是那齣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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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感覺是這樣 即是你看這些戲 即是男女主角之間是很重要 即是我覺得這方面 就令到那齣戲 整體也很不一般 再加上 即是出戲 其實他都在故事上面 即是他都沒有特別擺什麼心思 即是很多事情 即是他只是 即是你都感覺到 他只不過是故事 他要去到那個位 然後他隨便 即是堆砌一些東西 然後等他去到那個位 所以他的故事 要他們初頭有感覺 然後要他們 吵架 即是他 吵架的過程 其實是很隨便的 即是一些很... 一些誤會 一些很低B 很無聊的誤會 他們反了面 反了面 就要交代他們 即是他們反了面 之後 要交代他們 因為一些原因 要假扮拍拖 這就是整齣戲的 tagline 即是他們要扮拍拖 他們要扮拍拖的理由 其實都是很無聊的 即是... 然後呢 整齣戲就是這樣 即是說他們 後來又要扮拍拖 然後到最後 又要搞一些危機 但每一步都是很勉強 但你又不會跟他 特別契交 你會覺得 嘗試彈 不要計較那麼多 隨便 整體的感覺就是這樣 他裡面的那些笑容 我覺得也是 很差 即是有些蟲爬上身 然後那個男生突然說 哇!很害怕!很害怕! 然後又脫褲 脫了一件衣服 把衣服都扔掉 搞得沒有衣服穿 即是那類的劇情 是一般的 即是我覺得是一般的 所以這齣戲 我給他的評分 原本是施減的 但是 男女主角身材都保持得很好 所以 讓他嘗試 給一下面子